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周五院会立法院上演了表决大战 再也提核四讨论事项 包括了将回应就核四专案报告 删除核四预算等案 全数遭到了国民党团 以人数的优势来封杀 但有四位国民党立委倒戈赞成 高喊口号再也为立法院上演表决大战暖身 民进党和台联提案要求行政院长江仪化 专案报告核四 推动非核家园 删除核四预算 立即停建核四等 但全数遭国民党团以甲级动员 人数优势封杀 不过仔细看看表决名单 包括李庆华在内 有多位国民党委员倒戈 何必吗 何必这样子 对那个党籍立委这样子的逼迫 其实有必要吗 那难道都没有自己表达意见的机会吗 对不对 那你要说服我们啊 那没有说服 只用强压政策的话 那有用吗 寄出党绩国民党团说 跑票一次得罚款一万元 罗书雷顶手中 洛明才三人 干脆就让他罚钱 也要表达立场 而曾提案核四公投的李庆华 宣称反映选民心声 跑票义无反顾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金教陈正祥 张仁轩 台湾台北 参不得 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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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票